老鹰基金创始人刘晓英曾经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。 2006年,UC浏览器刚刚兴起,他们找到诺基亚合作了一个项目。 诺基亚很看好UC,固执一个亿,便也想拉着刘晓英一起入股。 于是诺基亚的邓总就借着一次打高尔夫球的见习跟刘晓英提了一下。 可他没太在意,因为当时的刘晓英事业做得风生水起,年年赚钱就果断拒绝了这种新项目。 但他显然低估了UC的发展速度,到了卖给阿里的时候,价值已经高达45亿美金。 这是什么概念? 用刘晓英的话说,哪怕只偷十万美金,也可能挣好几个亿。 还能解释到UC创始人之一于小鹏,也有机会再投他后来做的小鹏汽车。 所以,错过一个项目之后,会连带错过另一个项目。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惜? 其实一点也不,还很合理。 为什么呢? 实际上,我们之所以会错过机会,是因为我们还配不上。 很扎心对不对? 但事实就是这样,我们错过的所有东西,失去的所有机会,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认知体系很有缺陷。 再进一步说,当我们认知还不够的时候,遇到的破事和障碍最多。 一,你不是怀才不遇,你只是认知狭隘。 爱因斯坦曾说,这个层次的问题,很难靠这个层次的思考来解决。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有多么棘手,而是我们认知水平的提升速度,跟不上问题的难以程度。 如果不及时去更新我们的思维和认知,那么很有可能,我们会一直在这个问题里绕来绕去,痛苦不堪。 穷爸爸和富爸爸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。 主人公清奇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,每天兢兢业业,平时就负责写写文章,内容也不错,很受读者欢迎,但收入不高,只能勉强维持生活。 所以写作能力还算不错的他,自然有了新的想法,开始在工作之余,吭吃吭吃地写书,希望通过出版自己的书,大赚一笔。 这个想法很好,书中的内容也的确不差,但他还是遇到了难题,因为他只会铲出内容,不会运营和推广,最后导致新书一本也卖不出去,处处碰壁。 而他也变得垂头丧气,忍不住感叹自己怀才不遇,空有一身才华,却无人懂得欣赏。 兴起听吧,劝他别会心,先去学习一下市场营销和相关的运营知识,后面自然而然就能卖出去了。 谁曾想,刚说完他就生气,不要把我和销售人员混为一谈,我绝对不会去接触销售的工作,太简单了。 听完,兴起摇了摇头,不再说话,只觉得可惜,两人也就不欢而散,回归了各自的生活。 不出意外,他还会继续回到报社,一如既往地写着文章,拿着微博的收入,过着紧巴巴的生活。 最终淹没于一地鸡毛当中,还时不时感叹命运不公,感叹才华无用武之地。 这样看来,我们和丰厚的收入之间,差得绝不仅仅是能力还有认知的领地大小。 心理学上有有个名词叫个人构念论,指的是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由过去的经历,学识,思维等等形成的观念。 只要遇到相同或者相似的场景,我们就容易带着一种惯性,凭借以往的经验,做出判断。 所以,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低的时候,他的思维就会趋向单一,缺乏弹性,比较依赖本能,因而做出的决策就很狭窄,甚至犯错。 而当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的时候,他脑海中的构念就会变得多元,也更加善于思考,因此做出的选择也往往更加明智。 很显然,这位朋友就属于前者,在他的认知里会做内容就够了,所以只能给人打工,每个月拿那一点工资。 也就应的那句话,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的变现。 很多时候,我们总觉得有钱才能变好,却不知道,如果不及时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认知,那永远都不会有钱,生活也很难变好。 所谓牺牲专挑苦命人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二,真正活得通透的人,大多源于认知到位。 道圣和夫曾说,当我站在一楼,听到有人骂我,我很生气。 当我站在十楼,有人骂我,我都听不清,还以为他在和我打招呼。 当我站在一百楼,有人还在骂我,我根本都听不见了。 一个人之所以觉得痛苦,并非世界处处与他为敌,而是高度不够,认知上前。 相反,一个人若是总能乐观坦荡,也并非世界偏爱于他,而是他认知高阶,早已放下世俗的烦恼。 著名文学家刘雨昕便属于后者,他一生坎坷,却始终乐观豁达。 众所周知,在公元805年,一心畏国的刘雨昕,为了改变当时的朝政,便和好朋友柳宗元组织立场革新行动。 但因为触及某些守旧势力的利益,一开始就遭到了各方阻碍,还没到半年就宣告失败。 而他本人也很不幸被贬到边缘地区,生活大不如前。 好在他生情乐观,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,还四处散心。 看到热恋中的男男女女,兴致来了,还创作了一首民歌竹之词,杨柳青青江水平,文郎江上唱歌声。 东边日出西边雨,倒是无情却有情。 面临这样的遭遇,他还能摆出游山玩水的姿态,吟诗作词,把日子过成了我们羡慕的样子。 归根到底,使他自身的学识和思考,撑起了他的认知水平,足以容纳一切的痛苦和不顺,甚至可以和这些突如其来的不幸和谐共处。 所以并不是痛苦减少了,而使他的认知水平足够高。 正如戈德所说,人之幸福,权在于心之幸福。 历史上就真是发生过一个故事。 清朝康熙年间,大学士张英就遇到离间,让他哭笑不得的事情。 他的家人和邻居,为了门前的一幕三分地,正吵得不可开交。 起因是门前道路太狭窄,多少有点影响出境,所以都希望对方能往后退机时,把道路让出来。 谁知,双方都不愿意动自家的地方,那矛盾就出现了,开始大吵大闹,却始终分不出一个胜负。 眼看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,张家人决定写一封信,告知张英,希望他能出面帮忙。 张英健壮,无奈地笑了笑,大笔一挥,千里修书只为强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 万里长城金油载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 几天之后,收到回信的家人,都明白了他的用意,感到羞愧,二话不说,立马让出了三尺敌房。 邻居看到之后,心有动容,也默默地让出了三尺敌房。 这就是著名的六尺项煤坛。 常听人说,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。 同样的,能靠认知解决的问题,才是真的不叫问题。 人生在世,痛苦和磨难已经是常量,思维和认知才是变量。 只有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,才能正确且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,从容地去面对。 三,人这一生,都在为认知买单。 刘润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,我们最大的悲哀,就是在低层次上,早早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认知闭环。 不可否认,闭环意味着稳定和牢固,能给人带来一定的安全感。 但是低层次的闭环,就很容易把我们的人生化地为牢,限制了可能性的同时,也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 网友樱桃就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。 初中毕业之后,本来可以顺利上高中的他,却被父母的三言两语劝退了。 他们是这么说的,你还要读三年高中,四年大学,起码要花费大几万。 而且,毕业出来也要给人打工,那不如现在就出去工作,还能比别人多赚几年的钱。 当时的樱桃,年龄还小,阅历尚浅,自然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。 所以,从那之后的很多年,他都在南方的一家电子厂,做着流水线的工作,每天重复单一,毫无技术可言,难免会有厌倦的时候。 可是,当他辞职的那一天,看到自己,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了,便选择回到老家生活,去相亲,结婚生子,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地鸡毛。 不知不觉,就活成了他父母的样子,过上了一眼望到头的人生。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,但不得不说,我们的认知里,确实藏着我们的人生。 就像哲学家书本华说过的,世界上最大的监狱,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意识。 终其一生,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。 很喜欢一句话,世上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 可见,世间的万事万物,都不过是我们认知的投射罢了。 与其整天纠结于各种鸡毛算皮的琐事,整天抱怨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变好。 不如花点时间去学习,去思考,去升级一下我们的思维认知。 因为我们遇到的所有破事,都是认知的缺陷。 我们经历的每一件好事,都是认知在向上生长。 愿你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,保持思维的弹性,不断更新和完善, 努力去遇见哪个更好的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